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網絡節目,我是語彤 看過戰狼熱的觀眾,想必多盡會記得 影片中很多中國公民,在遭遇非洲戰亂後,被中共軍隊護送回國 在影片的最後,中國會接上出現了一句話 無論你從海外遇到了怎樣的危險,請你記住,你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來看看現在,身上烏克蘭的中國網友們,他們是怎樣說的? 25號,一名躲進基庫地鐵的中國劉阿珊,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滯留在當地的華人,有些躲進了地鐵,有些躲在地下身,整夜搖手 心甘疑憤地等待大使館的包機,具體通知 他說,有些拖家帶後感在地鐵站避難,晚上就躺在那裡 很多商場商店都關門了,現在大家都在捱我的狀態 我面買不到食的,自己帶的食物,拆不得多久 另外,晚上睡不著覺,心裡恐慌,反正仍是受不了的 他表示,只要安全地活著,餓不捨就是最好的狀態了 這裡的國家人數值很高,沒有發生任何控場 一位滯留基庫的張同學,也落對廣媒表示 他身邊的所有朋友,這兩天基本都睡不著覺 炮彈就在幾公里處,由於激戰多在半夜發生 因此他只敢日頭睡覺,只睡兩三小時 一位名為烏哈蘭大叔的中國網友,剛剛發出了幾則推文 美商文章標題是,永遠不可能拋下同胞不管 中國大使自信在乎同胞 我一開始就對所有的切喬就不當一回事 你看,等條件成熟了,安全了再來 安全了你還來做什麼?太可笑了 你明明什麼都沒做,他擺出幫助大忙的樣子 朋友之間最忌諱這種得行 另外一則推文內容是 多謝你,前總統波羅申科 不只望什麼扯蛋撕喬 烏哈蘭必勝,此後不久 他又發出了一則推文 華記者在哪裡看到過 說前蘇聯的老人很懷念蘇聯共產主時代 真是嗎?今天一定是失碰到一位老夫婦 我問他們還懷念共產主年代 他們兩個頭搖得像撥狼鼓一樣 連聲說,LoLoLo 老人說他去過參國國家,他能分辨 這則推文獲得了很多眾人的點讚轉推 或許有一天,那些曾經身處烏哈蘭的華人 亦會被問到 當年在烏哈蘭,中共大使館為你們挺身而出嗎? 或者中國軍隊來護送你們回國嗎? 被問的中國人,一定亦會像你對烏哈蘭老夫婦 將頭搖得像撥狼鼓一樣,連聲說No No No 讓你來簡單回顧一下 看看中共和他的駐烏哈蘭大使館 在這段時間究竟做了些甚麼? 2月26日下午,中共駐烏哈蘭大使館 微博公眾號發布中共大使 范斯明近十分鐘的視頻及文字 先是對大使逃跑全民進行所謂的闢謠 似圖安撫由於未能事先制橋而被困在 戰事震衡的烏哈蘭的中國公民 最關鍵的是,他說很多人都想回國 但是目前安全條件,確實還不是所有地方都舉備 大家想不想,空中不時有導彈 地上時不時有爆炸和槍炮 兩軍之間正在進行交戰 宵禁令一個又一個不斷 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可能確保安全? 所以我們一定要等安全條件再走 看來網友哈蘭大使就是為這件事進行吐槽 安全條你還來做甚麼?太可笑了 你明明甚麼都沒做,他擺出幫助大忙的樣子 朋友之間最忌諱這種得行 其實,在俄羅斯入侵烏哈蘭的多個星期前 包括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很多國家 就已經從烏哈蘭撤離外交人員 並敦促本國國民,立即離開烏哈蘭 但是中共當局一直未在戰前呼籲或安排中國人 撤離烏哈蘭 中共駐烏哈蘭大使館,直到開打合的2月24日 才宣布將準備安排暴擊撤僑 但就在同一天,烏哈蘭 因擔有導彈及防空武器構成的高度風險 已經宣布對民用航空關閉領空 另外,更諷刺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哈蘭之後 中共駐烏哈蘭大使館,一度建議中國國民 遇開這一場旅行,可以在車身明顯處 貼上中共國旗,以此可以保護中國公民免受攻擊 在官媒的大使宣言下,中共血旗幾乎都脫消了 有了國旗,就有了主心軍 以及原來戰內熱的,這一幕是真的 等字條,亦一度成為新到微博上的熱手關鍵詞 看來,人們被中共輝由到真是相信了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 由於中共支持俄羅斯 至今大陸小芳紅侮辱烏哈蘭女性等言論 傳到當地,引發烏哈蘭人怒火 在烏哈蘭的華人和劉學生 人人自逸,很多人在地鐵,防空到被當地人質問 不敢再停留 有中國劉學生在街上被問到是哪個人 因為害怕,就方針自己是日本人 有網友饑飽說,烏哈蘭首多基庫 突然一下子多出幾千個不懂得說日語的日本人 日本方面能否給個合理解釋 從張貼中共國旗 到武衷小芳所痛恨的日本人 這個跨度實在有些大 2月26日凌晨 中共主烏大使館態度亦出現了180度變化 發出緊急創志 要求當地華人和劉學生 不要隨意亮明身份及展示具有識別性的飆升 立刻讓在烏華人更恐慌 網上流傳的圖片和視頻證實 在烏華人的劉學生和華人 都忙著私下和私委任何能夠養日 識別出現中共國標識的物品 身在烏華人的當地華人 和劉學生紛紛在社交媒體發帖 自爆處境危險 並積責中共官媒及愛國網民 一名網友痛罵宣傳兩國旗自保的 中共喉舌沒有人性 他介紹說現在烏華人誰帶中共血型出門等於搵死 因為烏華人撞到次度 中共支持俄羅斯入侵 再烏華人已陷入恐懼 心怕哪一日烏華人仲的怒火失控 自己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各位網友還說烏華人警告已警告市民 不要著迷採訪 不要穿戴類似俄軍有紅色標誌的衣物 網友說我們快被你們這些不負責的媒體省害慘了 回不到各晚上準備炮聲折磨 據CNNU25日報導 自俄方實施軍事行動以來 烏華人多國已向基庫地區民眾發放 約1.8萬支帶有彈藥的槍枝 據報導當地民眾緊需出示護照等證件 即可領取機場等武器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政府、中國喉舌媒體 那些支持俄羅斯的言行 隨時都可能激怒全父母中的烏克蘭民眾 及在烏克蘭的華人和劉沙特利真正的危險 少年中共國內媒體的國際新聞記者 Michael Antti 亦於26日推文表示 中共外交系統的官員 無論你平日意識形態到底怎樣 在戰亂時代 中國作弱同胞其實很脆弱 很需要你們給正確訊息 請暫時克制你們的意識形態喜好 不要再亂發微博和推特 而是用在外交學院學的專業的戰爭避險流程 來指揮撤僑 你們在社交媒體每句不合時熱的話 都可能倒過來傷害我們的在外同胞 現在人們已經不去幻想什麼中共軍隊的研究 不去幻想什麼撤僑 他們所要求的僅僅是 中共不要倒過來傷害我們的在外同胞 他們所做的僅僅是 握緊他們一起和中共的有關標識 依靠自己在烏克蘭活下來 具有對比意味的是 中華民國外交部針對新在烏克蘭的台灣人 安密了撤僑專車 從烏克蘭西部一路胡宋六位台灣人 到波蘭首都華沙 專者上貼了中華民國國旗 就像VIP通行證一路搶行無阻抵達波蘭 不知道中國劉學山和在烏的大陸人 會不會對此發出羨慕的目光? 2月28日烏克蘭方面傳來最新消息 中國戰地記者證實 烏克蘭已經出現對華人的敵對和侮辱 通知大陸小粉紅,希望他們閉嘴 一些中國網友譏諷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 揚言要進口烏克蘭女人到中國 消息傳到烏克蘭後 中國戰地記者盧宇剛表示 華人現在在烏克蘭境內已經遭到敵對和侮辱 人在烏克蘭的盧宇剛 今日與新浪新聞連線 表示自己正在遁裂時刻 親眼目倒被炸毀的文集 並批凌小粉紅們拿戰爭開玩笑 對於戰爭的慘況視若無睹 那些網上的噴子坐在家裡 看到此情此境,好像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華人在烏克蘭境內遭受的敵對和保育 根源都是來自這些貧子 希望他們將嘴封上 一位自聲生在烏克蘭的中國網友 早在26日 就發微博呼籲同胞停止調刊戰爭 他說 我真是激動快流眼淚了 我請求大家停止,不要再調刊戰爭 現在國內收留烏克蘭美女一律的話 被暗媒、烏媒大量轉在 導致烏克蘭人開始出現反華情緒 戰火愈來愈激烈,亦有可能從空襲染灰為槍戰 因為你是隨口一句調行 而導致劉河山無法大批跟當地人在防空洞避難 再加上現在當地居民都能免費領槍 意味著可以以保衛國家的名義無差別開張 現在中國人,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切身份特徵都隱藏起來 害怕是一個被誤傷的就是自己 天文最後還說,當你們舒服地睡在家裡 喝著奶茶,擦著微波發著玩笑話時 是我們這些遠在戰場的同胞 在為你們的行為賣單 不要再把同胞往火黑裡推了 當然,很多善良的烏克蘭人 仍然理解和支持他們的華人,還是非常友好 網友烏克蘭大叔在你一則推文中說 聲明一下,當日我身邊都是烏克蘭人 我沒有守到任何不友好的對待 我在這個社區生活了將近四個月 從室友、鄰居、雜貨普老闆、 李法斯、印度來的烏克蘭司機 黑人學生都有交流 他們都知道這裡生活著一個中國人 因此,烏克蘭的華人和劉鶴山 所遇到的敵對情緒 根源不在烏克蘭人 而是在於中共和那些無知的小粉紅 希望烏克蘭的亂局早日過去 希望烏克蘭人民和華人 劉鶴山早日恢復寧靜的生活 亦希望中國能像烏克蘭一樣 早日擺脫共產黨的控制 或許有一天,中國人亦會被問到 同樣一個問題 那就是,你們還懷念共產主義年代嗎? 人們說在役會張頭搖到一支撥狼鼓 連聲說,No, No, No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節目 請來點贊、分享 新來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精彩節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再會! 為了 感謝您 感謝您 感謝您